世间最动人的,莫过于一段真挚的痴情,他可以穿透尘世的重重际遇,直达灵魂的深处,完颜洪烈对包希若的倾心,就是这样一段跨越种族界线身份阻隔的痴情,令后人感慨万千,他为他沦陷了一生,却始终未到彼岸。 大家好,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点关注,不迷落。 完颜洪烈是金国六王爷,金章宗的第六子,他生而英俊潇洒,又聪慧过人,让人望而生畏,他多才多艺,善于骑射,还精通音律,无论文武,都展露非凡的才能,他性格坚韧果敢,善于谋略。 加之又是王爷,深受金国皇帝的忌惮,他虽然表面上对权力不感兴趣,但暗地里却一直谋划着夺取王位,心怀统一天下的宏愿。 完颜洪烈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代枭雄,他认为自己有着非凡的才能,必定能超过其他的兄弟,他勤奋学习,无论骑射,音律,还是兵法谋略,都能驾轻就熟,他博览群疏,对历代帝王的兴衰存亡了如指掌。 在他看来,金国献金的君主昏庸无道,自己有责任去接管这个国家,使之走向强盛,于是他暗地里结交精锐之事,培养自己的势力。 他表面上对权力不屑一顾,装出一副高洁的样子,实则正在伺机而动,想要在适当的时机掌权称王。 包希若生在一个寒门书香人家,他美丽善良,深得父母疼爱,他小时候就很爱小动物,舍不得杀生,因而得名包希若。 长大后的包希若依旧保持着爱心和善良,他嫁给了杨铁心,两人感情甚笃,过着甜蜜的日子。 杨铁心也很敬重爱护包希若,由着他在家养鸡鸭,却不忍杀戮。 包希若生性柔弱善良,他从小家境并不富裕,但父母尽力供他读书识字。 他也成了村里少有的女子,能够读书写字,虽然生活艰苦,但父母教导他要有怜悯之心, 他就经常将自己的点心分给小动物吃,日复一日养成了善良的性情,嫁给杨铁心后,杨铁心也由着他将养的鸡鸭当宠物,不舍得宰杀。 邻里都说杨家的太太是个善良柔顺的好妻子,杨铁心也对他呵护备质。 蜿蜒红烈奉命出使大宋,却暗地里与奸臣勾结,谋反是败,被追杀至牛头村。 这里他与邱处击大战一场,身受重伤,这时正巧路过的包希若看到昏迷的蜿蜒红烈。 心生怜悯,将他就回家中悉心照料。 几个月后,蜿蜒红烈终于康复,在这几个月的相处中,蜿蜒红烈已深深爱上了这个善良的汉族女子, 而她也必须回到金国,以完成自己的宏图大业。 离别在即,蜿蜒红烈陷入了痛苦的相思之中,金国宫廷中的美女再也入不了她的眼, 她整日思念的只有包希若柔弱的背影。 未得到心上人,她使出了险恶的手段,蜿蜒红烈暗中派人追杀包希若的丈夫杨铁心, 夫妻两人在逃亡中走散,包希若还被掳去。 凑巧出现的蜿蜒红烈将包希若救出,并让她跟随自己回到王府, 包希若还不知这是蜿蜒红烈的计谋, 只当她是恩人,希望借助她的力量寻找杨铁心下落。 终于,蜿蜒红烈如愿以偿,得到了心爱的女子, 她遣散王府所有女眷,只留包希若一人侍奉。 蜿蜒红烈原本只把与大宋的使命看作是一个进一步扩张自己势力的机会, 她计划着在大宋散布自己的势力,暗中拉拢人心, 谁知中途发生变故, 她与奸臣的谋划败露,被追杀至牛头村, 在与高手过招后,她身受重伤,命悬一线。 这时,路过的包希若看到这个奄奄一息的人。 不管她是敌室友,首先选择了施旧, 她将蜿蜒红烈带回家细心照料,才使她逃过一劫。 在这几个月的相处过程中, 蜿蜒红烈渐渐对这个善良柔弱的女子产生了爱慕之情, 她平生从未见过像包希若这样纯真善良的女子, 即使是宫廷中的嘉丽,也无法和她相提并论。 蜿蜒红烈知道自己必须回国, 不能继续逗留在包希若的身边, 但与她分离的痛苦,几乎要了她的命, 让她日思夜想,一个王爷竟为一个村妇深深神伤, 这在包希若心中也开始动摇。 她或许也对蜿蜒红烈有了些许情愫。 为了再次见到包希若, 蜿蜒红烈不惜使用了卑鄙的手段, 她派人追杀杨铁心, 然后趁机掳走包希若, 又在关键时刻奇迹般出现, 将包希若救出。 经历生死,包希若已经心存感激, 顺从跟随蜒红烈回到了金国, 蜒红烈终于如愿以偿, 但这场命运的邂逅, 也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走向。 蜒红烈迎娶包希若, 除了自己对她一往情深, 更有政治上的考量, 她担心皇帝猜忌自己谋权, 娶一个没有势力的汉人村妇做王妃。 可以显示自己无意争夺王位, 这样皇帝的戒心也能减轻。 然而, 这场政治婚姻中, 蜒红烈对包希若的感情是真挚的, 她允许包希若为王府守灵, 找来养铁心的旧物, 助她缅怀。 包希若生下的杨康, 蜒红烈也势如己出, 疼赖有加。 一个王爷, 娶了那么多王妃嫔妃, 唯独对一个村妇一往情深, 这样的痴情令无数人动容。 然而, 爱情终究抵挡不住政治的巨浪, 蜒红烈还是在与承吉思汗交战中阵亡, 她一生的野心和对包希若的痴情都未能实现。 蜒红烈原本就处于金国皇室的权力斗争之中, 她需要小心运筹, 铲除皇帝的猜忌, 才能够顺利掌权, 迎娶包希若, 可以打消皇帝对她觊觎王位的疑虑, 一个无名小卒的汉人女子, 能为她带来什么利益, 皇帝自然就放心了。 但其实, 蜒红烈是珍惜爱慕包希若的, 为了取悦她, 她允许包希若在王府中为王府守丧, 她是包希若所生的杨康如己出, 将她抚养长大。 蜒红烈了心上人, 却也因此卸下防备, 最终导致自己在战场上丧生, 她这一生的野心为她。 但那真挚的爱意, 感动了无数人, 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爱情往往是最脆弱的, 她抵挡不住权谋的侵蚀, 终难以开花结果。 临终前, 蜒红烈留下一言, 说要投胎去找包希若, 下辈子一定会比杨铁星更早遇见她, 她对包希若的感情至此方休, 而包希若的心中, 也始终默默挂念着杨铁星, 从未将完颜红烈放进心里。 生前, 二人, 过誓言, 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在一起, 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 彼此相近却永不相交, 韶华一世, 生命短暂, 世事变换太多, 有些美好最终只能存于回忆。 但那份痴情, 会随着完颜红烈的一生被人传送, 她为她沦陷了一生, 虽未到达爱的彼岸, 却留下了一段凄美动人的佳话, 付出真心的人, 终会感动这世间的温暖。 临终前, 完颜红烈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说出了她来生在寻包希若的心愿, 她知道自己这一生难以与心爱的女子永远在一起, 便想来世再续前缘。 而包希若的内心深处, 也一直无法忘怀杨铁星, 她和完颜红烈的关系, 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其实, 他们之间一直有一层浓浓的愧疚, 和罪恶感。 完颜红烈用计夺走了杨铁星的爱妻, 包希若也背叛了杨铁星, 这层隔阂一直横跟在两人之间, 使他们无法真正走到一起。 世事变迁, 走了一批又一批, 有些故事和情感, 只能成为一次美好的回忆, 但完颜红烈真挚的心意, 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感动后人。 虽然爱情未能开花结果, 但用真心去对待一个人, 终究会打动这世间的温暖, 这也是完颜红烈这一生最值得被铭记的地方。 浪漫的爱情往往难以维系, 只能成为回忆中的一真美丽画面。 而真挚的感情, 却能涌流人心, 成为一种精神寄托, 完颜红烈对包希若的深情, 虽未能开花结果, 却成为他精神世界中永恒的一部分。 用真心对待一个人, 终究会感动这世间的温暖, 完颜红烈的故事, 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段佳话, 更是对爱与信念的坚守, 这也许就是他人生最动人, 最值得被铭记的地方。 对此, 大家觉得怎么样的呢?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 和年书讨论吧。